HELLO! 欢迎收看Phone2Phone的视频评论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ZTE中兴的AXON ELITE 型号 这部机的Model number是A2016 在国内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 在大陆有一个很贵的名字叫天基 好像很厉害的 但我已经觉得很贵 这部机也有出国际版 手上也是一个国际版 有齐Google的服务 不需要安装,不需要Wood机各样东西 不需要就可以使用 国际市场或其他大陆以外的人 一定会选择国际版 那我们现在不如先看看SPEC 好了,看完它的SPEC 之后我们可以谈谈它的机身的设计 它主打是一个金属的机身 那么它咤咤说呢 就是用一部A1-Mannisium的材料 做这个背盖 也都说是去到787的 飞机的level 的物料去做这个背盖 但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坚 这边就真的没人知道了 而它除了金属的背盖之外 另外头和尾也做了一个像仿皮纹的设计 以及仿针线的设计 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这个金属的外壳主打一个很高质 而且是很硬朗的感觉 即是金属的机身 但是你又加了头尾 又有些线皮纹的效果 其实两样东西的风格是完全不配合的 所以我就觉得会很奇怪出来的感觉 好像不关事地摆在一起 再之余 大家看到这里的镜头 有些三角形的几何图案 另外前面的听筒位和喇叭位 都是有一些三角形的图案去配合了出来的 但是我整个出来的整体感觉 就会觉得很奇怪地 将很多不同的元素 确定摆在一起 又有金属的外壳 又有皮纹的效果 又有一些几何图形的 一些拼合的图案 整件事我出来的感觉 就觉得很too much 就是将很多东西摆在一起 感觉就很不协调 在镜头方面 它就有一个双镜头 以及有双LED的闪灯 主镜头有1300万像 另外前面的前镜头 也有800万像 以及会有弹性的方便 方便你自拍摄 另外也可以拍摄4K的视频 另外可以谈一谈它的指纹解锁 现在基本上有指纹解锁的功能 也是很基本的 但是我以用了几天的情况来说 它这个指纹效果 那个反应就真的很一样 那么很多时候 我日常使用的情况之下 有时都要按两次 或者按三次 它都会说你不适合那个指纹的 那么那个效果就会比较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 都是两次三次 才能够解锁到这部手机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呢 比起其他牌子来说 它这个指纹解锁的效能 就真的普普通通了 那么它这部手机 也是在用的 就是Android 5.0 那么另外呢 它就自己有一个UI 就叫做MeFavor的UI 那也都是跟其他国产机一样 都是没有AppDrawer的 那么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那么另外呢 它就有一样东西 主打就是说 它那个听歌的效果 就会是一个叫做 就是Hi-Fi級的Audio 那么因为它呢 就另外独立地 就是用了一个 自己独立一个 一个音效的芯片 那所以呢 它声称就是说 就是 听歌的效果 就会是 特别漂亮啦 但是我自己呢 用个耳朵来听 那我又真的不觉得 有很大的 分别 那这个呢 就是这样 用它机身的 Speaker 出声 那我也是觉得 普普通通 那它的屏幕呢 就是5.5寸的 全高清的屏幕啦 那我自己就觉得 那个效果就不过不失 不是特别好漂亮 又不是特别太差 真的普普通通啦 就是合格的啦 那另外呢 它也都是有NFC啦 那还有呢 是有3000的内置电池的 虽然它是3000 但是呢 我以 用了几天来计 呢 我又觉得 它的感觉 出来了又多 多耐用啊 那这个电力 那我这件事又 虽然它3000 但是 使用的效果呢 我又觉得 是相当之不错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它就 也是一个 双卡的 一个手机啦 那就是双4G 那 就 SIM卡的位 就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啦 那它呢 就是 用 一张 嗯 它是不是 它用这个 Nano的 那就是 也都是 SIM2的位 就是共用 这个 MicroSD卡啦 所以呢 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种 叫做 假装卡啦 你用了其中的SIM2 就变成是 不能用 那个 的 那 它这一部ZTE的 Exxon Elite 其实也算它们是 旗舰级的 机来的 但是呢 在我自己 试用了几天的 情况之下呢 我自己就觉得呢 始终呢 都是 有少少 一般的啦 半桶水的 那样啦 如果 相比起 ZTE和 华为来说呢 华为呢 很明显 就比它 好得多了 无论在 各样造工啊 或者是 使用上面的 感觉啊 或者是 效能上面呢 我自己都觉得呢 如果是 ZTE和 华为呢 那就一定是 华为赢的啦 那 始终呢 都 我觉得这个 也是一个 普普通通啦 未至于 它说到 它自己这么奇蓝啦 Anyway 多谢收看 今天的 Phone to Phone Video Review 拜拜